土告日經驗學系,義工打記者,阻採訪 現在有相同或不同的地方,求你都幫助我們合二為一 講就好聽了,但當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成員 在場內舉起為天安門母親和豆腐渣工程祈禱的標語,立即被十幾個義工圍著 大盆不可以看見 然後我們就可以為榮譽上 有人投訴被打 有記者的背部被義工抓到流血,事件中有兩個人要送丸 我們的攝影機鏡頭位被打爛,零件外露 而示威的十幾個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的成員,包括前電台節目主持快必被趕離場 改在街頭都繼續祈禱,不過無奈就有人報警,透露他們太吵 這個全城討告日是由前高官馬仁鏗和他太太馬王培奇發起的 昨天有多個高官都來到餐場,難怪大會這麼心急要何諧示威者 大會事後就解釋說是一場誤會,說是確定不到那些記者的身份 的少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